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行动方在线高中语文的课堂 我是高中语文的助教老师王清南 那么我们这次推出的春季同步免费供应课程 目的是为帮助各位同学 即使说是在家的时候 也能够去做到更加有效而且高效的学习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第一步为保证我们的上课效果 请各位同学呢打开手机 先去扫描图片中的二维码 去下载电子版的讲义 好吗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各位同学下载好之后 我们再准备开始进入今天的课程 好那各位同学的话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应该已经下载好 电子版的讲义 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呢 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王清南 是现在新东方在线的一名高中语文助教老师 那么下面的话呢 是我的一些个人经历 比如说我的院校背景 我之前的话取得过一些什么样的荣誉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大家只要很快速的略过就好 因为这些的话呢 不过是我能够坐在这里上课的一个合理性而已 那么我更希望各位同学关注的是什么呢 更希望大家关注的是这张图片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 相信我同学呢 应该已经看过我们新东方在线的广告啊 我们在这里的话 是专门针对全国的学生 推出了一个叫做春季免费周末课的活动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去减免的 是全部春季课程的费用 所以这次这是一次非常非常珍贵的名额和机会 所以请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在看视频的时候 同时去扫描二维码 领取这样的一个春季上课的一个名额 你的春季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对大家说很关键的一个阶段 高一的时候呢 去打好基础 高二高三的话呢 成绩自然就会更加有保证 是吧 好 那么给大家说完这个之后的话呢 各位同学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会讲到的内容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什么呢 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古诗词板块的一个小小的突破 一共会分成这样的两个部分 那么我们的课程的话呢 首先是立足于课内的 但是我希望了高一的时候呢 大家能够用一种更加广博的 或者说更加宽广的心态 去看待语文这本学课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很多时候啊 我们只是立足于教材 但是我们没有去做教材外的更多的延伸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导致我们在语文这个学课的素养方面呢 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所以我们希望呢 通过这样的几次课程 能够帮助各位同学 在以后去进行学校的学习的时候 以及包括进行考试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更高的 或者说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利益 或者说是适应 好 那么清楚这个之后的话呢 我先给大家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起啊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我给大家找这张图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 大家知道之前有一个很著名的表情包 叫什么什么三连 对吧 那么各位同学 大家读古诗的时候 很多同学就怀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就是古诗这个东西 完全是看不懂的 怎么看不懂呢 我们这样说叫自生剧 剧生时全不懂 所以基本上呢 考试的时候是完全靠蒙的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说呢 你自己现在在做古诗题的时候 或在读古诗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种 完全都不太懂 然后感觉自己很偷吐啊 又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心态的话 那么我相信呢 通过这两节课的学习 能够帮助各位同学 去建立一个更好的 进入古诗词的一个途径 那么这是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课程 带给各位同学 好 那么清楚这个之后的话呢 各位同学 我们在这里一起来 先看一下这样的一张图片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解释 刚那个问题啊 为什么古诗词 它是一个正文区难以理解的 文学题材呢 那么大家没有想过啊 诗歌的语言 它是属于这种 比较简洁凝炼的 还是这种比较繁复冗长的呢 大家觉得是哪一个 对大家相信 肯定是有答案的 诗歌的语言 明显是更加简洁 而且说更加凝炼的 所以你要知道啊 诗歌这样的一个文体的 最大特点是什么呢 它还通过这种高度 简缩的这种语言形式 去表达这种非常丰富的 意象 非常丰富的这种情感 或者说是思想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给大家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上就是 我们这里称之为叫做 冰山 我们经常听到过 这样一个成语啊 叫做冰山翼角 对吧 就是虽然说你在海面上 看到冰山就小小的一块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在海面之下呢 这个冰山是有 非常非常庞大的一般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呢 这个东西我们就没办法看到 事物的全貌 其实我们读古诗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读古诗的时候 我们只能知道 最上面的信息是什么呢 这个最上面的信息呢 不过就是上层的文本 就这样的一些文字 但是做着隐含在文字之下的 这种非常UV难明的情感 但是和这很多同学 我们难以去把握到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诗歌这么难理解的原因 就是它的信息点是高度凝炼概括的 它的文字量是有限的 但同时 它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 它并不比这样的文言文 或说比这样的信仰文要少 这是为什么诗歌如此难懂的原因 好吗 好那么清楚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 那我们今天去迫适用的是一个什么方法呢 我们今天这一课的题目啊 叫做如何去借助异象 快速读懂故事词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你想去借助异象 那你得先从异象的一个定义开始说起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一起先来看一下 王国卫先生在人间词画中提到了这样的句话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 叫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 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我之境 如果说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我存在在其中的 那么以我的视角去看待这个物的时候 这些物 它们会带有我的一个主观的色彩 这很像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看待世界的时候 我们王梦是带有一个自己主观情感的滤镜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期末考完试之后 你这次考得非常的好 你这次考全年级的第一名 你回家的时候你看什么东西啊 你看这种 路上的花花草草啊 看这种天空 看这样的云朵 都觉得哇 一切都是好美好的样子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考得不好 你这次很不幸 某一刻发挥事故 搬你成一垫底 然后这会儿你回去之后 你看什么都觉得 这事情怎么不怎么顺眼 所以你要知道 诗人在创作不是此的时候 他的一个情绪 或者他的一个情感 其实非常非常受制于自己的 一种主观的态度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 他会说这样一句话 叫以我观物 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所以用我的视角去看待物体的话 这些物品 只会带有我的一个主观的情感在那边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投射在所看到的物上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大家听完这样的一句话之后 想必各位同学应该对异象的概念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 异象这东西是什么呢 异象的话 它是一个复合体 复合体是复合 就是那个把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异象呢 各位同学 请大家在笔记本上记这样的一句话 异象是什么呢 大家都明白 叫做用作去寄托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 明白吗 它是一个用作去寄托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 所以在这里王国会才会说 叫以我观物 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有主观情感的话 大家还记得刚才那个冰山吗 如果说物象 意象这个东西 它是带有所有主观情感的 那么我们只要能把这个意象分析透彻的话 我们相当就能把握出诗歌的什么呢 我们就能够去把握住诗歌在文本之下隐藏的情感 明白吗 这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方法的原因 因为这个方法从理论上 它是可以形容通的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我们是从意象的定义说完 那么说完意象的定义之后 我们大家去思考第二个问题 就是意象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我们在读诗歌的时候 看到月这个意象的时候 它一般会跟什么样的思想 情感联系在一起呢 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看到月的时候会跟什么样的思想和情感 我们经常说 叫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是吧 给大家从小可能背的第一首故事 非常的简单 所以月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可能经常指的是什么呢 经常是跟思想之情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在读诗歌的时候可以发现 基本上大多数出现月亮的这样的诗歌 都是跟思想啊 跟怀孕啊 这种思念之情相挂钩的 所以这就引出意象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 意象它一般是一些有固定意义的事物 各位同学 大家不要忽视这句话 叫做固定意义的事物 就什么叫做有固定意义呢 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诗歌文本中 这个意象表达的情感 就或者说它所对应的 或者寄托的情感 都是那样的相同的几个 所以你想想 这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你在这样的千变万化的诗歌文本中 找到一个相对固定的 相对重复的一个规律出现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理解意象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点所在 因为当你能够去明白 这样的一个不变动意义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能够去应对这样的变化的文本 所以请大家记住 意象的定义和意象的特点 第一个 用于寄托主观情感的客观互相 然后第二个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这里称之为叫做 有固定意义的事物 好吗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第一个知识点哦 第一个知识点 那么清楚这个之后的话呢 各位同学们给大家看 第二个知识点 跟意境经常会附着的知识点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之为叫做 意境 意象就是意境 那么意境是什么呢 跟我们经常说意境啊 是跟诗歌的画面相关的 所以意境指的是什么呢 意境它其实就是一个 由若干的意象 去共同营造出来的一种 氛围 明白吗 就在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说在这种诗歌中出现 意象A 意象B 意象C 那么这个ABCD共同出来 它们营造这种氛围 比如说诗歌中有秋雨 有这样的叶子 有这样的梧桐 然后有这样的比如说残花 那么诗歌的情感一定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呀 哎很好 他们这个意境是消极的 意象也是消极的 那么情感也是比较消极的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的话 什么是意境呢 若干的意象 去共同营造出的这个氛围 这样的相对来说可能是萧瑟的 可能是凄苦的 可能是伤感的氛围 我们这里就把它称之为 叫做诗歌中的意境 明白吗 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先花一点时间 帮助各位同学去理解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的话 我们这里称之为意境 然后第二个话呢 我们这里把它称之为叫做意境 那么清除两个概念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准备 在这里为大家去进行一个意境的 一个更为深入的理解 因为很多时候的话呢 我们光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定义 其实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完全意义上做题的 好吗 好 那么清除这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看这样的几个词 看这样的几个词 那么在这样的一张PPT上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意象 比如说有山 有小镇 有这样的欧 然后有这样的雾矮 有野花 还有这样的稻田 那么我们答一个问题哦 当你去看到这些景物的时候 你自己脑海中会觉得 它是一个跟什么主题相关的诗歌呢 什么主题相关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学诗歌的时候 学到什么 永始怀古诗啊 思想怀远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送别啊 对吧 然后积履诗 包括这样的 哪一种啊 应该属于哪一种啊 对 大家想到 我想到你们心里应该是有答案的 是不是 应该是跟山水田园相关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些景物 很明显是什么呢 它们是带有山羽 这种田园色彩的 异象 或者说是景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们是和山水田园 紧密相关的 好 那么这是我给大家说的第一个 我们刚给大家解释 异象和异境文之间的一个概念 我们既然清楚 异境是异象组成的 那么在这里 它们指向出这种共同的氛围 那么这首诗歌的话呢 一看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这首山水田园诗歌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一些比较零散的异象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些 比较著名的诗人 这里怎么去把这些异象 放在一起的呢 那各位同学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这首诗歌的话呢 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诗人 我们这里称之为叫做 王维 大家应该知道 王维这个人的话 有一个绰号 叫什么呀 叫诗什么 对应该叫做 诗佛 对吧 那么这个诗佛 这个说法的话 它们一个方面呢 是它自己的一个追求 还有一方面的话 它的诗歌 这种将会呈现出这种 非常空灵的 或者说是非常 甜尽美好 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这个鸡鱼 网穿装作 就是它的一个 比较代表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 在这首诗歌中出现 哪些异象呢 我们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勾画一下 比如说 有鸡鱼 然后呢 有空灵 然后后面要说的是 蒸鲤 蒸鲤 蒸鱼 带这样的饭 然后想东西 去东边的田上 去带了这样的口粮 然后又有水田 有白鹿这样的水鸟 还有夏目 还有这样的黄梨 对吧 当你看到诗歌的前两年之后 它这里出现的异象之后 你就很明瞳 然后这是应该是描写一个田园风光的诗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再去理解诗歌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怎么去做出一个判断呢 它是先去找里面出现的异象 然后再去思考这些异象 组成中什么样的意境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再去判断诗歌的情感 所以这是一个不断的去深入的 不断的去分析 然后去剖析诗歌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读诗的时候 大家注意 就一定不可能 传一个什么一步登片的方法 就一看到 诗歌肯定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出错的 读诗歌的正确方法 一定是经过一个比较系统的 而且理论的分析之后 去不断的印证 然后最后才得到诗歌的情感 明白吗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说完之后呢 我们各位同学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呢 给大家用一首诗歌 给大家去举例子 首先的话呢 我们大家看看这里出现的意象 比如说有这样的 吞鸭 有哭疼 有古道 有术 有西风 有寿马 那么问大家这个问题 这首诗歌应该是你们学过的哪一首啊 应该大家能想到吧 这首诗歌大家是会背的 叫天静沙 秋思 那么在这首诗歌中出现的意象 我先把它抽取出来 那么抽取出来之后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 各位同学大家不要眨眼 我们要做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先去看到这首诗歌本身 我们叫枯藤 老树 昏牙 然后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 西风 寿马 西阳 西下 那么最后这句话呢 我们先不背 我们先去看前面这个意境 当你看到有枯藤 有这样的 老树 有这样的昏牙 包括有这样的西风 有寿马 和西阳的时候 先告诉我第一个问题 这首诗歌是写一个什么样的时节 什么季节 对应该是一个秋天 对吧 初秋天之外还有什么呢 夕阳 西下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在一天中的傍晚这样的一个时分 所以在日暮时分 那么又是夕阳 又是日暮 同时看到景象呢 又是这样的枯藤 又是这样的昏牙 还有这样的瘦 人的感觉呢 其实是非常的 萧瑟的 或者说有待有一些些气量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我们刚给大家说过 不要忘记一开始给大家引用那句诗哦 叫以我光武 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证明此刻看到这样的景物的作者 他的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啊 各位同学 是不是应该是 并不怎么好 对 那么如果他并不怎么好 他的这种情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情感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 叫做断肠人在天涯 他此刻内心是一种极度痛苦的状态 这是通过他的意境去展出来的 那么这个断肠人在天涯 为什么会感觉到断肠呢 可能是他自己在外漂泊许久 内心有这种积虑之仇 或者说积虑的这种哀苦之情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诗歌中的断肠 就是有诗歌中出现的情感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句话 到借景抒情 或者我们去思考情景关系的时候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景和情之间 它们实际上出来一种比较一致的关系 大家听过这样的句话吗 叫做一切景语 接情语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去理解情感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 先去看看诗歌中的意象是什么 然后看这些意象组成的意境是什么 那么他对于后面的疏发情感 起到这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好 那么清楚这样的一个意境和情感的关系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 各位同学 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件 把这种诗歌的意象呢 进行一个重组 或者说是一个重新的去理解和排列的过程 那各位同学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我们后面要怎么做呢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些意象都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些意象上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你看这个意象在构词上有什么特点 它是昆压 它是枯藤 它又是古道 然后它还是西风 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特点是什么 你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这个是一个名词 前面会有一个这样的什么 形容词 这个地方随在中文 它做的是什么呢 它做的这样的是一个修饰语 像这首诗歌中的话 把鸭 藤 豹 还有树 它都是很明显的带有一些修饰语的字词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话 大家不要眨眼 我们在这边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意象中的这样的一些 可能去表示修饰的词 给它全部都删掉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哦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把意象中 给它表示修饰的词 全部都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 你可以发现这意象变得怎么样呢 它是不是变得更加的中性 或者说是更加的客观 有没有发现 它变得更加的中性 那么当它变得更加的中性的时候 在各种学 你现在要思考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怎么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理解到意象的本质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的话 给大家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把每个意象单独拆出来 然后再尝试 跟不同的词语 跟不同句子音组合 用这样的方式 帮助各位同学去明确 什么是意象的一个 比较根本的特点 好吗 所以请各位同学 在笔记本上 你可以把刚才那个部分 去简单动笔写一下 好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竖这个意象给大家抽出来 那么竖这个意象的话 大家先看第一竖 我们这个地方呢 叫做几处早阴争暖竖 好 后面大家会被 大家会说 谁家新年浊春泥 对吧 这个几处早阴争暖竖 早阴 这个早阴的强度是什么呢 应该是刚刚初春的时候 天还是刚刚放暖 放晴的时候 那么这个争暖竖 我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竖前面带暖之后 这有诗歌的情感 是消极的 还是积极的呢 是哪一种 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大家告诉我 几处早阴争暖竖 是消极还是积极的呀 对大家进入 今天应该是个答案的吧 它应该是什么呢 它应该是一种更加记忆的情感 因为这首诗歌呢 它这样描述是用意境的感觉 还是这种比早积极一些 好 这是第一个 大家在这里边的话 如果为了方便你们去更 以后去更加日后的复习 以加深记忆的话 大家在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同学去做这样的一个笔记 好吗 去把例句抄下 把例句抄下 方便你在日后的时候去重新回顾 因为很多时候的话 你可能在当下是理解的 但后面的话 你回头再看的时候 你可能就忘记 我们是当时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所以请各位同学的话呢 把这个突然的过程 也动力去写一下 好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叫几处早阴争暖竖 那么这说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看下一个 下一句 它就有点特别了 下一句话叫做 断成枯树 成外人来去 你想想 断成枯树 它这个枯这个字 强调这个树呢 应该是种什么状态 就是枯零零的 只是一个树 立在这里的状态 然后说成外人来人吧 这个地方断成枯树 它这个意境给人特点是什么 同样的 我们还是做一个二选一的问题 消极还是积极 应该是消极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诗歌前面啊 这个意向前面的修士词 不同的时候 它所传达出来的意境和情感 应该也是截然不同的 暖树给人的感觉 是更加的有生机有活力 它指向一种更加积极的意境 那么这个断成枯树 孤给人感觉是更加孤独 凄凉凄苦 那么它指向的是一种 更加消极的意境 你看吗 这是我们刚说的第一个 好 这是第一组例句哦 各位同学 大家请动笔 记下 好吗 这是我们刚分析的第一组例句 好 那么第一组例句 我想必大家已经完全听懂 我们刚才一个分析的过程之后 我们再看第二组 第二组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 我们在这里再挑出一个比较相对中立的意象出来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挑这个意象 这个意象的话叫做鸭 叫鸭 可能后面会觉得呢 这个乌鸭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种比较 给大家会觉得这个鸟呢 不是很好 对吧 它这个叫声的让人觉得 哎呀 蛮丧的 蛮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看这句诗 大家同样的还是先做笔记哦 叫解鸭正直婚鸭 大家注意这个说法 解鸭正直婚鸭 就是我在这边 我解鸭 解鸭是一个什么动作 你想一下 你回家之后你下满 下满之后你会把这个满 拿下 这么它应该是刚刚下满 那么正好逢上什么呢 婚鸭 一方面是婚鸭 还有一方面是这种 就是那种四散开去 然后在天空上那种 哇哇的飞走着 那种感觉 大家你想想 作者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之后 他到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啊 这种乌鸭哇哇的 乱飞开去 是好还是不好啊 哎 各位同学应该是 不怎么让人开心的 是不是 所以说一句说的是 解鸭正直婚鸭 它指向的是一种 比较消极的感觉 那么我们再看一句 我们大家看这句 这句诗歌的话说的是 叫做解喜婚鸭散 好 各位同学应该要注意哦 它同样的还是婚鸭 这个乌鸭这个一项没有变 但是你看到后面出现一个什么呢 叫婚鸭散开 这个散开就跟这两个万兽 就不同了 万的话它是 万的飞开 可能是在天上盘旋 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在人的旁边就是绕 对吧 可能还在天上 突然给你这个 有一坨鸟粪掉在你头上 让人觉得不自动的开心 但你看到 后面这句话说的是什么 解喜婚鸭散 这个婚鸭它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之前是聚集的 现在四散开去 所以作者的话 内心是什么呢 而且看前面有个情感词啊 叫喜 证明作者此刻 内心应该是这种什么状态 是不是这种 非常非常开心的 非常高兴的状态 啊 很开心啊 这样的婚鸭 它们都四散开去 然后一扫心中的这种 阴霾和阴沉之气 看到吗 所以说在这两句话中 大家去对比一下 同样是婚鸭 但大家之后的这个词 乱和散这两个动作 不同的时候 作者它这种内心的情感 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两例句 去记下 你可以发现 它还是指向两种 不同的意境和情感 好 那么我们这个记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 可以准备出 今天这节课的 第一个结论啊 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这边的话 请大家依旧去做笔记哦 各位同学 在评上意象 或者说你在去 分析意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请大家去关注 这个意象前后的 形容词和动词的 感情色彩 明白吗 形容词和动词的 感情色彩 说到这里的话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我就说 汉语这个东西 怎么形容词 会有感情色彩呢 动词怎么会有感情色彩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你们自己 日常在读文言文的时候 或者你自己在读 这样先量文的时候 你都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你看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是一个中性的词 然后你说 啊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蹦蹦跳跳的 成你所怪 好大家听我这句话 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蹦蹦跳跳的 成你所怪 证明你对这个小姑娘 是持一种喜欢的 还是不喜欢的感觉 喜不喜欢啊 各位同学 是不是喜欢啊 因为你这里用的形容词是 可爱 而你说这个小姑娘 是蹦蹦跳跳的 成你所怪的 但有的时候的话 比如说你在高铁上 你想休息 然后呢 旁边 前面两个小朋友 在那边哭闹不休 你说 哎呀这个看起来 这个这个很 很过躁的小朋友 然后朝你走过来 那一次课的心情是什么 你看当你用到 过躁这个词的时候 你觉得这小朋友 哎呀可能就不怎么招人喜欢 就我们家上说 叫熊孩子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 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意向前后啊 它的一个形容词和动词 它是会影响 我们的一个情感 所以这也提示 我们是什么呢 不管是你在分析诗歌 还是你自己 在这个地方去评见 现在文的时候 不要去关注形容词 很多时候形容词 都是带有一个 非常明显 而强的感觉色彩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再举一篇 散文题目的例子 这个是当时一个 高一的一个月考题 它是这样出的 这个 它让你分析这个题目啊 它的一个情感 或者它的内在含义是什么 它这个题目呢 叫做远去的乡村 你想想 这个题目 题目中出现一个远去的 那么证明此刻 作者对于顾乡 肯定是有什么样的情感 这顾乡已经远去了 它的情感可能有什么呀 大家想起来 可能有什么 是不是可能有这种怀念 这种眷恋 然后可能它这种情感 可能还是这种 有哀叹 有惋惜 因为顾乡已经是远去了 它在这里 离顾乡已经很远 所以看到它这个情感的时候 你可以简单判得出来 然后它肯定有怀念之情 然后你读文章的时候 现在你就是 带着这样的一个预判 去读文章 你就不再像之前呀 是那种 无头苍蝇似的 在那个文章里面 整个很看 就没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 所以这边的话 请大家记住第一点 叫做关注意象前后的 形容词和动机的 感情色彩 好 那么清除这个之后的话呢 我们大家再看第二组 第二组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选择的是什么呢 第二组的话 我给大家选择 再抽一个意象出来 这个意象的话 叫做羊 叫做羊 羊这个意象的话 太阳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诗歌中 一直来说都是 比较美好的一个感觉 血氧 但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的话 它前面连追的 这个意象是什么呢 叫做乱压生理 又血氧 你想一想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在这样的一个 西阳西下的时分 天空中的乌鸦 在天上盘旋 然后哀嚎 作者此刻的感觉 是好还是不好啊 好还是不好啊 是不是应该 不怎么开心 乱压生理 又血氧 那么这句话证明 作者此刻的一个心情 或者说这个心境 是一种比较压抑的 比较不舒适的 虽然外来生理又血氧 作者此刻的心情 应该是不怎么好 但是我们再看一句话 比如说我们看这句 叫醉意群鹿 斜阳里 那么鹿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刚看到 那个基于网川装作 这个基于网川装作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 叫默默水田非白 鹿鹿的这种 应该是一种水鸟 是一种水鸟 所以同样的 还是这样的一个 西阳时分啊 但它这里的话就觉得 是一种很美好的 很安静的 很静谧的景象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众多的这样的水鸟 在这样的西阳里 去休息 它们可能在这边去 嬉闹啊 去准备 这样的去觅食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看到这样的话 同样是西阳这个意象 但是当它跟不同的 这样的意象 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 它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边的话呢 大家在这里记这个 下一组例句 然后这组例句 大家请东比亚写下 一定要去注意啊 就读诗歌的时候 诗歌是一个 整体理解的过程 就是我们不能够去 断章取义 或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只凭一个词句 判断诗歌 这个一定是不准确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大家去东比记这个 外压生理又写阳 和醉意全无写阳力 好 记好吗 各位同学 好的 好那么这个记完之后的话呢 各位同学 我们大家继续往后看哦 在这里说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请各位同学 记这个笔记的第二点 第二个时候 除了关注形容错动词 感情四海之外 还需要关注是什么呢 关注的是 前后意向的感情关联 前后意向的感情关联 这个的话呢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关键 你想想 比如说这个东西呢 它原本是斜阳 但是它跟婚丫 它跟这样的 百安顾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一个可能让作者觉得很心烦 另外一个可能让作者觉得 啊 这都是一片多么安宁的景象 所以这边的话 大家注意第二点 一定要去做到是什么呢 叫做关注前后意向的感情关联 好 那么这个说完第二点之后的话呢 我们大家继续往后看哦 我们再看后面这几点哦 好 我们再抽一个意向啊 再抽一个意向 那再抽一个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的话 再抽一个 藤 藤这个意向的话 大家首先我们 我们先不看这种事啊 我们先想一下 藤这个植物的特点 藤这个植物的话呢 它是这种攀附的植物 它可能攀附在这样的树枝上 或攀附在这样的岩壁上 那么藤这个东西的话 它在诗歌中 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情感 有些在这里的话 大家会觉得藤吗 这个东西的话 就不怎么好 因为它在这里是 依附于树 所以它觉得这个东西呢 它不像 竹啊松啊 那么鼻挺 然后那么尖真 那么有自己的这种 竹心骨的感觉 他们觉得藤可能没有 这是第一种 有人觉得藤这种植物的话呢 生命力非常的坚韧和坚强 对藤持这种赞美的态度 两个都是可能出现的 所以藤这个意象的话 它是比一个比较多异的意象 那么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 李商一词的这种诗歌 他说呢 叫残阳系人 茅屋访孤僧 大家注意哦 这个地方叫做孤僧 所以我去这个茅屋这个地方呢 去探访一个 独自居住的僧人 说完过夜 人可在寒云路极层 这边这个人 他住的这个地方 肯定是这种远离俗世的地方 不可能是我们今天 说的那种什么 城市的这种中心地带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可能性 应该是这样的 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高远的 这种比较隐溢的地方 隐世我所属的地方 说独窍出眼 贤以义之藤 我们大家看这句话 贤以义之藤 然后最后说的是叫 世界微臣里 无宁爱与憎 这个是带有一些佛教的色彩的 佛教不是有这样的句话 叫一杀一世界 那么在这个地方说 贤以义之藤 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看 这个藤 义之藤和这个孤僧之间 有没有发现什么关联 他们的这个共同性是什么呢 他们都是怎么样的呀 是不是都是强调的是这个 孤和这个一这个字 都是那种单个 那种单蹦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孤僧和义之藤这个异象 他们是能够呼应起来的 所以这种诗歌中塑造的 孤僧这个形象 是和这个义之藤 这样的一个异象 他们是有一个暗和在里面 这是第一个 我们说的藤这个 那么清楚这个异象之后 我们再看第二个 藤这里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看这种诗歌 徐卫的提墨葡萄图 这是古人很喜欢在这种画上去提诗 在这边的话 如果说大家呢 小时候学过国画 小时候说我的话 小时候学这种写意花鸟 那么在这里话 花鸟话除了在这边 你去写什么什么年 什么时候写画 然后摊个章子之外 有些时候还会请人在你的画上去提诗 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 常见的一个举动 那么他在自己的墨葡萄上呢 画了一个 就提手什么样的诗呢 还是这样写的 叫半生落魄 已成翁 就是已经年过半百 在这年过半百的时候呢 他这个生存的境况 好还是不好啊 当你看完落魄这个词 证明他好不好 应该是不怎么样 是不是 已成翁啊 就已经是一个年龄很大的老公的状态 后面我说的是叫 独立书斋笑晚风 这个什么叫做独立书斋笑晚风呢 这个笑的话 大家注意 这种长笑啊 古人去长笑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或者意图是什么呢 他在这地方 是为了疏解内心的这种不平之气 对吧 就像你自己心很不好的时候 你想去干嘛 你想去找一个地方 没人的地方 然后喊两个嗓子 把你自己心中这种 不开心的事情都喊出来 你就会觉得舒服一点 所以这个独立书斋笑晚风啊 证明这个人 此刻心中应该是非常不平的 那么不平不愿意是什么呢 很简单 半生落魄已成翁 人生最怕的是什么 人生其实不怕摔老这件事情 而怕的是什么呢 人年龄很大 但是却依旧一世无成 这个对于一个真正的 是有理想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这个判断对不对呢 各位同学我们看 十个的第三句 叫笔底明珠 无处卖 闲抛闲置 也藤中 这里什么叫笔底明珠啊 就作者的话 他其实对自己的才华 对自己的创作 是充满信心的 他就说我这东西 就是明珠一样的 美好的事情 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 没有人能够在这里赏识 我没有卖家呀 所以只能是 闲抛闲置 也藤中 所以这个也强强调是什么呢 这个也强强调是一点 就是作者 就如同这样的 野外的这种也藤 是这种无人问津 无人群理睬 无人赏识的一个状态 明白吗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也藤强强调的是什么呢 这种无人赏识啊 这种虽然说很怀才不遇的 这种内心的痛苦之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你读完这首诗歌中 这个也藤 他跟这个勇情相相契合的是什么呢 都是在荒野之外 或者说都是 在自己的生活过程中的话 都是没有人去关注 没有人去真正了解的一个状态 这是我们说的叫做 也藤这个词 好 那么我们清除这个诗歌之后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在这个第三组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是把野藤这个意象 跟诗歌中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 做一个关联 还可以很惊奇的发现 他们这种东西呢 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这个第三点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请大家关注的是 意象和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关联 好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前三点的话 大家注意哦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做小小回顾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的话是意象和前后的 形容词和动词的感情色彩 这是第一点 因为在很多时候的话呢 它是带有一些情感色彩 第二个 请大家关注的是 前后意象的一个感情上的关联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是一个叫做 关注意象和人物形象的关联 这是第三个 你可能说你要去关注这个意象 跟诗歌中所有人物形象 它是不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一致性呢 觉得它多数的时候 它是有的 它是有的 因为意象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主观情感的一个投射 不要忘记我们最开始提到的 意象的定义是什么 好 那么织终完之后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后这一点 最后这一点的话呢 它整体的难度是比较高一些的 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 稍微多花那么一点点时间去理解 那么我们在这边的话 一起来看到诗歌的意象的最后一个点 这一点的话 我给大家先看这个 我们把风这个意象去揣 那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在诗歌中出现这个风 比如说出现一个西风的时候 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当诗歌中出现这个西风的时候 它可能是一种什么情感 那不是什么季节 西风是什么季节 对大家会觉得 西风应该就是 秋天 对很好 然后再问大家问题啊 北风是什么季节呢 北风应该是 冬天 没问题 好那么再往后的话 南风是什么季节啊 南风应该是 夏天 对 然后最后的话 这个东风 各位同学 你有一首诗啊 叫东风无力百花残 东风是什么季节呢 什么世界会百花凋零啊 而且他说的是 东风无力的时候 应该是春天吧 所以你看到这个诗歌 这种东风无力百花残 是什么呢 应该是到牧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呢 花都纷纷开始凋零 所以为什么中古代 有个商春悲臭的传统啊 商春是商叹 这样的美好的春光 是非常短暂仪式的 好 那么清楚这个风这个点之后 我们再回头去看这种诗歌 纳安信德这个人的话 很著名啊 我们经常看这种纳安词 就是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班女生啊 很多人很喜欢他 第一个的话 是觉得他的词的这种 意境比较婉约 然后就比较情绪很丰富 第二是 一个很直接的理由 他们觉得这个诗人的名字很好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 父性的同学 比如说姓上光啊 姓欧阳啊 就觉得 哇 这种父性真的是 感觉自带贵族气质 最后的同学还很喜欢那这个词 也是跟他的名字有关系的 那么他写这首诗歌呢 叫《采桑子当时错》 写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看这里哦 他说呢 而今才到当时错 心绪欺敏 各位要注意他的情感是什么 我回想起啊 我当时 当年所说的事情 我当年应该是做错吧 所以我内心呢 是非常的 凄凉和迷惘的 红味偷锤 满眼春风 百是非 他都哭啊 各位同学 这个哭的话 这种他此刻心情 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种非常凄凉的 非常哀伤的 对吧 所以看到虽然说满眼春风 但是我看所有东西的话 都觉得是这种 物是人非之感 因为我当年想起了自己一团 可能并不怎么愉快的回忆 说情之词后 还无忌 强说欢喜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种诗人 你在表达这种情感 是这种什么情感呢 这种美好的时光 就跟一个人 比如说你共度 但是他这种时光 可能是非常的 短暂的意识的 不管是你跟爱人 跟自己的朋友 还是跟自己的父母 可能都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时间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残酷的 不留情面的 它不会说是因为 你的主观意志 然后在这里是做任何的停留 所以大家我们经常说 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子欲养而亲不待 听过这句话吗 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 就等到你作为儿女 长大之后 想去回报父母的时候 结果你的父母 可能已经不在人设 那么这对于诗人来说 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子欲养而亲不待 就是大家还是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在当下 在此刻 要珍惜每一个瞬间 发生的这个美好 所以在这里你才不会 让诗人去感慨 说当时错 可能在我们 我们曾经相处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珍惜 给彼此的这样一段 美好的时光 好 那么这个讲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看下首诗歌 下首诗歌的话 这首诗歌很著名 梦叫的登科后 登科后是古代很开心的事情 你高中了嘛 高中之后一定是要怎么样呢 一定是要去 需要一番呢 所以你看这人说的是 叫春风得意 马蹄急 一日唱 看尽长文化 坐着此刻的话 哇 这种心情啊 就是放榜之后 发现我自己 在黄榜之上 这种内心的感觉 所以看到这里的话 虽然说还是有这样的风 还是有这样的春风 但跟刚才那种风是不同的 刚觉得是满眼春风 百是非 哭完之后看这个 但此刻的话是什么呢 春风得意 马蹄急 我觉得人生的 未来的光明的前途 就在我的面前去展开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给大家讲到的是 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 大家在这个地方 请去关注 意象和诗歌中 这种显性情感词的关联 比如说出现得意 出现红味 出现七米 这些比较明显的 带有情感色彩的 情感词的时候 请一定去 把它去注意一个相关联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情感词也是后面 会给大家讲的 这种突破诗歌的方法 但情感词的话 它会有一些坑 就不是说诗歌中 看到哭就一定是坏的 也可能是喜极而泣呢 对吧 虽然跟水这个东西的话 你得去进行上下文去看 这是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里称之为 第四点 好吧 好那今天的话呢 给大家花第一节目的时间 为大家讲到的是一个意象 它怎么去做一个深入的理解 所以除了意象的定义 这个比较基础之外呢 给大家又做一个延伸和脱身 像各位同学的话呢 不管是在以后课内 去读到故事文的时候 还是在考场中 遇到故事词的时候 都能够用到 我们今天这些课 所讲的知识 去分析到 这个意象更多的 一些相关的要素 实现一种 更加完美的去解读诗歌 好吗 好 那今天的第一节课呢 就到这里 那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请大家稍作休息 我们后面的话呢 会有其他老师的课程 好的各位同学 我们大家明天见哦 拜拜